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月 農曆新年快到了 今次要和大家介紹一隻 拜年時可以和親戚朋友玩的遊戲 而且它還是一隻香港設計的卓友 就是Go Upper 3 玩家人數3至9人 遊戲時間大約9至99分鐘 遊戲目標就是說服到 想樣認為你就是講真話的人 而想樣就要成功找出誰才是老實人 我們一起看看裡面有什麼 角色牌9張 功能牌2張 題目牌99張 分別有三個不同的難度 分數Token有兩款 都是雙面的 一款是1分和3分 有18個 一款是5分和10分 有7個 還有一份說明書 根據玩家人數準備 相同數目的角色牌 當中必須要包含一張 老實人和一張想樣 每一位玩家 有一顆3分分數Token 作為底分 和一張反轉的角色牌 角色牌分別有3款 分別是GoHupper 老實人 和想樣 GoHupper 是需要在不知道題目牌真正意思的情況下 作故事來獻取想樣的信任 老實人 就要在限時內看題目牌背後的真正意思 然後說出來 令到想樣相信你就是真正的老實人 想樣你就可以看著題目牌的正面 再根據其他玩家說的東西 要找出哪位玩家才是真正的老實人 自己看完自己的角色牌之後 抽到想樣的玩家 想要公開給大家知道 和會得到功能牌收皮啦 其他玩家就要保密身份 不要讓人知道你是甚麼角色 把題目牌洗勻 放在桌面中間 每個回合用最上面的一張題目 說明書提議 如果是頭一次玩 可以用難度1的題目 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啦 抽取題目牌庫最上面那張 放在所有玩家都看到和拿到的地方 大家都準備好之後 全部人一起閉眼倒數9秒 在倒數的期間 老實人就反開題目牌的背面 用你最大的努力 在這9秒內記下內容 然後倒數完筆 就要立即翻轉 把牌放在原位 其他玩家可以在這9秒中 製造一些動靜和聲音 讓人沒那麼容易聽到 誰在看牌 倒數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開眼了 想樣就隨意請其中有些玩家發言 你可以問任何有關題目的問題 但你不可以問他的角色 老實人就需要誠實說出自己看到什麼 Goopper就要即直創作出 可以說服到想樣的答案 所有玩家都要嘗試說服想樣 自己說的才是真話 玩家之間都可以互相提問和質疑 想樣在聽玩家說明 或者問他們問題的時候 如果覺得他真的吹大了 你可以用你張功能牌 收皮啦 收皮 每個回合只可以用一次 當想樣問完問題 又聽完所有玩家的說明之後 就需要決定哪一位才是老實人 所有玩家需要揭露身份 讓想樣選是老實人的玩家 可以得到題目難以度的分數 如果想樣選中了真正的老實人 想樣都可以得到同樣的分數 如果選中了個玩家是Goopper 那位Goopper的玩家會得到題目的分數 但想樣就沒有分了 如果想樣又用到收皮啦 被收皮的玩家 如果是Goopper的話 他就要扣1分 但如果被收皮的玩家 才是真正的老實人的話 想樣就要扣3分 計好分數之後 將想樣傳給左手邊的玩家 其餘角色牌洗勻之後 重新派發 抽出下一張題目牌 開始新的回合 按照玩家人數 沒有玩家都做過對應次數的想樣之後 遊戲就會結束 最高分數的玩家獲勝 哈哈哈哈 叫得Goopper3 即是已經出了3集 而且第3集是最近才出 在哪裡買 我們在蘭峰沙廠試集買的 詳細可以在下面資訊欄和留言區 看到相關資料 只可以說 玩完之後 奇怪的知識增加了 看完後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在第1、2集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請給個Like我們 Share 給你的朋友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如果覺得我們有什麼 說得好或者說得不好的地方 請在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